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战对阵瑞典 谁才是勒夫手中最好的牌 图片报的封面提出三个可能 罗伊斯首发 吕迪格替代胡梅尔斯 戈曼斯在封线攻坚 图片报评论文章分析 为何罗伊斯必须出战 他能带来快速的节奏 创造性以及进球的威胁 此外罗伊斯还拥有像胜者一样的肢体语言 5. 帮助法兰克福得得德国被冠军的功臣 雷比奇 在世界杯上也有出色表现 图片报认为若有球队现在想带走这名克罗比亚球员 所要支付的价钱将达到6000万欧 此前传闻热刺对其有益 6. 沙尔克与法兰克福中场马斯卡雷尔之间已经达成一致 图片报称这名球员希望加盟沙尔克 7. 多家德国媒体报道称 多特后卫杜尔姆正在与哈德斯菲尔德进行对话 杜尔姆与哈镇主帅瓦格纳在多特二队友过合作 8. 德媒员引吐媒的采访 伏赖宝后被瑟云据确认阿斯纳为自己送上了报价 球员本人同时表示他希望能转会阿斯纳 据悉阿斯纳送上的报价达到了4000万欧